研发对抗新冠病毒的药物 台湾传出了好消息 台湾国定生计旗下新药 在美国还有阿根廷进行二期试验 宣布解盲成功 将申请美国紧急使用授权EUA 而根据二期临床实验的数据显示 在ICU重症病人治疗试验结果 用药组的治疗时间缩短了9.5天 而来到了第28天的时候 也完全没有人死亡 也没有呼吸衰竭 康复率达到了100% 经过重重计算实验 国定生计宣布 旗下开发的新冠肺炎口服药 二期临床试验解盲成功 而且康复率高达100% 股票还为此暂停交易一天 本次人体试验的整体不良反应监测形式 口服的Angel Corona 确实展现出非常良好的安全耐受性 新药也是目前台湾唯一经美国FDA核准 在美国密鲁及阿根廷进行治疗试验 据数据显示患者无需进行侵入室治疗 在第14天用药组存活且无呼吸衰竭患者 康复率达97.9% 在第28天所有病人都没死亡 康复率达100% 后续将向美国申请紧急授权EUA审查 ICU重症病人治疗时间 试验结果 用药组的治疗时间缩短了9.5天 中位数住院时间为4天 治疗开始到首次SARS COVID-2 PCR检测医境的时间 试验结果中位数天数为14天 若新药成功盛事 未来只要用口服每日早晚割一颗 就可以抗病毒抗肺纤维化有效控制病情 在美国如果能够得到EUA 它用了EUA来跟台湾申请 免得这个重复的路走太多 抱着期待了 那高端也是一样 各国药厂加紧脚步研发对抗病毒药物 像在于时间赛跑而台湾从不缺席 记者战圈杨岳达台湾导